几辈子 你能能记住几辈子的死了 再会 这位老人名叫牛文奇 自称自己已经活了三世 拥有三世记忆是一位再生人 难道转世轮回真的存在吗 此故以来 生老病死是人生的规律 人死之后会去到哪里 是人们一直在探寻的 是去世之后就了解了一切事 尘归尘 土归土 对于死亡的看法 我国古人认为 人在死之后会经历转世轮回 生死下到地府 阎王会根据你上一世 做人做事的好坏 来决定下辈子的秘语 但是在现代 我们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看 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 我们会说这根本就是封建迷信 但是世界上一直都在发生 很多现代科学没法解释的事 我们将视角转移到 牛文奇老人身上 根据牛文奇老人所在村落 其他村民的描述 牛文奇从小到大的经历 其实是非常普通的 就是一个普通农村妇女的经历 1917年 牛文奇老人出生在一个小山村 这个小山村名为狂石玉村 就对现在牛文奇所在的 培沟香非常的近 只有仅仅不到五公里的距离 因为牛文奇老人家庭条件艰苦 所以在成年之后 他就嫁到了隔壁的培沟香 从此之后 他的人生就固定在了这里 一个方圆不足百里的小山村 据调查显示 这个小山村的文盲率 在当时基本达到了95% 也就是说 在这个地方的人 基本都是没受过教育的 可令人惊奇的是 按理说 没受过一点教育的牛文奇老人 竟然能够背诵四书五经等名片 而且一辈子没上过学的塔 还能写出一首传统的繁体字 牛文奇老人在描述时 说得非常详细 除了四书五经外 他还能说出其他名片的名字 并说自己只是知道 但背不出来 是因为当时自己不想学这些 据村民描述 牛文奇老人早在八岁的时候 就发生过举众不同的事情 在其他村民和他交谈时 他就说过 让人听不懂的西安方言和洛阳方言 而据牛文奇老人自己的说法是 这是他上辈子所说的话 还讲述了很多 在那边生活的经历 而他的家人为了证明 牛文奇老人所说的话 曾经带着他去过西安和洛阳 没想到那里的景象 竟然和从未走出过大山的 牛文奇老人 所描述的几乎一模一样 更令人惊奇的是 曾经村长家的小孩子 在完成学校布置的作业时 被一道题拦住了 想了很久都没有能够解出来 牛文奇老人当时正好路过 进去看了一眼题目之后 没过多久 便是直接给出了答案 村长在得知此事之后觉得惊奇 于是马上跑到牛文奇家中 询问他是不是猜的 没想到牛文奇老人拿起粉笔 直接在自家屋子的地上 写出了详细的解题过程 还有一次 村中一户人家的骡子生病 怎么治都治不好 而牛文奇看过之后 没过多久就看出了病因 并且抬出了一个房子 村民本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想法 按照牛文奇的房子 开了药给骡子吃下 本来没抱希望的村民 竟然发现 自己的骡子真的有了好转 而当村民问起来时 他对此也没有大惊小怪 反而是很淡定的说 这是他前世带来的经验 这不经令人猜想 难道人真的能转世投胎 并且还能携带上一世的记忆吗 牛文奇的事迹越传越广 再后来更是引得记者来采访 记者采访时询问牛文奇老人 到底是怎样掌握这些技能 牛文奇老人详细地向记者 讲述了自己三世的经历 据牛文奇老人字述 他的记忆一共可以分为三世 第一世的时候 牛文奇老人是陕西省西安市 大雁塔人 在这一世中 牛文奇老人名为周桂才 是一位男性 平常以售卖炉子和马匹为生 在37岁的时候叙事 而这一世的经历 也就对应了前面 为什么牛文奇老人会说陕西话 以及能给村民家的炉子 对症下药 第二世的时候 牛文奇老人出生在河南诺亚 一个信业的官宦人家中 至于是他的名字叫做夜文国 从小便是保读四书五经 等等名片 积累了丰厚的学识 才能在现代解答出各种问题 并且根据牛文奇老人说 他至于是还女扮男装 混入科场 在当年的科举考试中 高中文状人 但最终在29岁的时候 感染伤寒而死 当记者询问细节的时候 牛文奇老人 还说出了当年武状人的名字 并且自己在第二世去世之后 阎王爷要惩罚他 女扮男装考试 但又因为他当官任职期间 没有利用官职之变 谋取私利 所以仅仅惩罚他下辈子 穷苦一辈子 而当牛文奇老人再次投胎 就出生在了山西省十楼县 黄石玉村 一辈子都过得非常清贫 但是为人老是本分非常善良 牛文奇老人拥有三世记忆这件事 通过媒体的报道 变得广为人所知 而随着事情的传播 牛文奇老人又讲述了一件 这一世的事 原来自从八岁那年 恢复了前世记忆之后 牛文奇老人就知道 自己在二十五岁的时候会有一劫 按照自己所知道的命运 牛文奇老人在二十五岁 就因为难产而死 而他为了避免这样的事发生 从小就行善积德做好事 长大之后更是大发宏愿 要为全村人修建一座观音庙 为了实现这个愿望 牛文奇老人在长大之后处处节俭 几乎整日都是一节缩食 希望通过修筑观音庙来赎罪 但是由于牛文奇老人 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 导致这份工作进行得非常缓慢 直到其八十八岁那年 修筑观音庙的钱财凑齐 一方面这是牛文奇老人 为了赎自己上辈子的罪 另一方面来说 这也是牛文奇老人 身体力行 希望能通过自己的行动 劝借世人向善 而他本人也是在2007年 龟一佛门法号妙闻 2012年有记者想要 对牛文奇老人进一步采访 但是来到其村庄才知道 牛文奇老人已经逝世了 他的后人告诉记者 牛文奇老人逝世之前 提前向家里人交代了身后事 就好像是已经知道了 自己大陷将至 牛文奇老人的事迹让人震撼 根据他对自己前两世的描述 似乎他真的是一个再生人 但是仔细推销之后 这件事情又是拥有很多的疑点 比如牛文奇老人所说的 自己在第二世中科举重了状元 但是根据史料的记载 根本就和他所描述的对不上 类似牛文奇老人这样的再生人事件 其实还有很多 例如唐江山事件 据当时的报道称 当时年仅三岁的唐江山 突然回忆起了自己上辈子的事情 并且还能一五一十地讲清楚 最后在家人的带领下 唐江山还是根据自己苏醒的记忆 找到了自己上辈子的父母 其实不论是牛文奇老人还是唐江山 他们事迹的真实性都是有待考察 可是转念一想 他们如果是造假作为 那么他们这样干的目的是什么 就拿牛文奇老人来说 他一生不仅积德行善 而且邻里邻居也对他评价颇高 在自己的世界扩散之后 也没有利用这件事的热度干什么 完全就没有说谎的理由 其实这件事无论真假 我们首先要看到的应该是 牛文奇老人一生清贫 却还乐善好需 即使为难自己 也要修筑观音庙 这是值得我们肯定 并且去学习见解的 好了观众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